一带一路南亚国家经济局势持续动荡 近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后 孟加拉近期也找上了IMF求助45亿美元贷款 想要解决国内通膨飙升 采查工人因为通膨问题大罢工 要求每日工资从1.2美元上调到3美元 罢工行动已经持续一周 至今仍然没有缓解迹象 英国18号以国安为由封杀了香港超程控股 收购英国EDA软体商Pelsic 外界也判超程控股背后的金主 可能是上海芯片技术企业合建公软 美国先前已经对3奈米以下EDA软体出口进行了管制 而这也是英国第二次援引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案 否决了中资并购引起 美国媒体报道中方不为西方制裁拼命买俄国石油煤炭 据中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7月进口俄罗斯石油总量为715万吨 年增了7.6% 7月进口俄煤742万吨 年增了14% 创5年新高 中国贸易商表示 随着冬季到来 第四季或将进口更多的恶果煤炭 台媒本周四宣布正式启动21世纪贸易创意谈判 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表示 经贸谈判办公室动员了超过20部会 100多位官员投入 组成了11支谈判队伍 又用严谨态度因应9月即将登场的谈判 新唐人野太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